不能盲目的把近代中国的落后都怪到清朝头上 因为近代中国之败 说到底就是农业文明对工业文明之败 近代中国想要追上世界的步伐 想要走向强大 唯一的路就是工业化 现代化 别无他途 但是某些人就是不愿承认这个事实 他们总觉得中国已经强大了五千年 怎么偏偏会在最后这一百年里开始落后了呢 而且按理说 中国领先世界都几千年了 本就应该是中国先进入工业文明 可事实却并非如此 所以他们认为这一定有什么非常特殊的原因 否则不会这样 绝不会是这样 于是他们那自负中又带着自卑的民族感情 又开始隐隐作痛 想要找个机会帮回一城 可惜的是 他们只长着一个装了二极管的大脑 智商有限 且非常极端 他们能做到的只有一个简单粗暴的逻辑 那就是把屎盆子往一个人头上扣 往谁头上扣呢 谁是最接近近代的那个朝代 就往谁头上扣 很显然就是清朝恶备 于是清朝由此成为近代中国走向落后的最大被国侠 更何况清朝还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 在他们那大汉族主义的炽热目光中 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几乎就是原罪 少数民族就不应该建立政权 就不应该缔造大一统 汉族永远老子天下第一 于是 他们似乎终于找到了中国在近代落后的原因 那就是少数民族掌权 如果是汉族掌权 那肯定就工业革命 领海外殖民地 然后吊打四方了 但事实上 中国并不是五千年全城领先世界 至少在四大文明古国中就只能屈居最末 而且 古代中国在自然科学领域也算不上领先 顶多算是日常生产生活的一个经验总结 往往是灵光一现 距离高度理论化还差太远 比如17世纪的徐光旗看到几个原本的如获之宝之感 殊不知这是公元前三百年时欧极里德的研究成果吗 而且 清朝虽是少数民族政权 但入关以后基本上是全盘继承了中国农业文明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 并且将其推向了极致 可以说 清朝是中国农业文明发展的顶峰 如果在清朝农业文明都无法战胜工业文明 那不能说是清朝不行 只能说是农业文明不行 就算是换一个汉族政权执掌中国 只要仍是延续农业文明的发展模式 那肯定还是不行 还有 少数民族的清朝其实比汉族人建立的所有朝代 包括明朝都更接近近代化 在清中期 经济上江南地区绑枝叶 以枝叶工厂拔队而起 农产品商品化稳不推进 贸易上 中国被卷入国际贸易 回环太平洋贸易中心 白银大量流入中国 技术文化上干家学派通过大量变美 经历教堪工作 整理和总结中国传统文化 并试图从传统文化内部寻求突破 从而走向思想上的原性化和世俗化 诸如带阵对中西领学的反击等等 从整个基层社会的取向上看 也呈现出世俗化的特征 所以 有人说明朝要是延续下去都能攻灭革命了 这就是胡说八道了 大清灭亡的原因非常复杂 并不能简单的归结 以弊关锁国 决策者不够英明之类的原因 希望真正想要了解 正是这段历史的朋友去看一些更专业 更深刻的书籍 那段历史很屈辱很痛苦 但是并不令人羞费 有很多人为了拯救国家和民族 用尽了权力 他们耗尽血汗挽救的国家 尽管以悲劲收场 但值得记住 每个rão因人的 Cats V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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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Vio Vio Vil Vio